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Hello 大家好 恭喜发财 我预祝大家龙马精神和事事如意 我发灵师姐恭祝各位步步高升 心想事成 我简单一点 最重要是得心 应手 没错了 今天又是我们第八季第二集的十二生肖榴莲延续篇 我们今天就讲到另外六个生肖 是的 今天我们讲第一个就是属于马 没错 马其实都熬了几年不好 尤其是去年其实是属于庚子年 他真的一粒一星都没有 又多病痛 又有扭伤那些情况 真是好东西没有他的份 所以都熬了几年不好 这只马 今年都叫做守得云开见月明 都算是好很多了 是的 本身其实他是害太岁的 但是害太岁之中 幸得他有吉星 有一个紫微星入命 这颗紫微星都很大的 有紫微星入命 很多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有很多东西亦是有惊而无险的 所以就不幸中之大行 所以令到这只马今年就好很多 是 不过呢 因为熟马的人 其实十二生肖 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熟马的人 对外面的朋友是非常好的 他们往往对家人 就比较柯克一些 对家人比较挑剔一些 所以今年就特别 他不可以将这个性格 又是去外围这样对 就是说他今年 他可能对外面的人好 之中他都会发下脾气 今年会特别 因为有些不好的兇星 因为犯太岁 所以就导致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就 改了这个漏集去 既然你以往都是对外面的人好 只是被家人受气 这个熟马的特性 那我们今年就继续保持 对外面的人好 无论外面的人 就有人得罪你也好 你都要遥恕他 包容他 我发觉 阿榮 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今年所有的生肖 都会有一些星 是叫你去包容人 不要得罪人 也都会有一些星 就是 会叫你 就是 尽量将这些小人变贵人 或者尽量不要将朋友 或者一些普通的人 去变你的小人 就是常常都希望我们能够和气 和气生财 是的 只要你和气 不要惹小人 你的运气就会好 这个很简单的师傅 你的好朋友 方依奇小姐 常常唱的首歌 家伙伴师兄 是的 一枝足之会移枝弯 是吗 是的 没错 如果大家齐心合力 什么事都会迎人疑解 那你这么好记性 又拿了方依出来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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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自己 把自己的独特性格 修一修炼 因为 他今次又是这样 就是给你一个陷阱 平时你对朋友 我都好的 你又说 人家迟到半个小时 你都不会骂 但在家里迟到半个小时 你会骂到鬼 嗯 那今年呢 你可能 咦 那个人迟到五分钟 你就不知道 怎会很害怕 所以今年呢 我们就会容易得罪了人 那属马的人呢 今年我们就自己避忌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有指微升任命工 所以导致到 你很多东西都迎人而解 甚至呢 就得心应手 又有贵人相助理 那财运就更加不错 那些终于都守得云开了 因为我这只马都很惨 熬了几年就不好了 是 去年特别差 因为是指五双冲 是吧 加上我记得去年 很多属马的潜信 来问楼莲 那些师公都说 那一年特别 有百多颗空星 是呀 真的好得人害怕 不是呀 全部大空星 就是加一加大小空星 百多颗 是呀 不过就不幸 那些空星就不是那么大件事 有些人都可以平安度过 但是呢 不过呢 他说 有贵人相助 得心应手 财运都不错 但是呢 就未必能够聚到 聚到财 为什麽呢 其实属马的性格 跟属虎的性格都差不多 是呀 都是就是 洗不洗 很大方的 尤其是呢 还在朋友那里 他更加喝喝吃吃 没所谓我请 就是那些 所以呢 属马的人很多时候 都聚不到财 嗯 那你自己呢 就今年就省一点 就是自己有时 你知道啦 现在社会经济 一样东西都有些衰落 那大家有时 不是一刹那光辉的嘛 是不是 是永恒的嘛 那我们不如 儲多个钱好些 是 那往时我们大花童 那样 我们今年呢 就是自己折制一下 那会好些 那也都多些善德 譬如去做一下 那我们不要善财难寂 我们可以把那些钱 如果我都不知怎样花 那你就拿去做善事 那可以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 那啦 因为紫微星入命宫呢 另外有一些吉星呢 都会令到你的人缘增加 那人缘增加之中呢 就有一些冒水的桃花 对吧 阿榮铭最想要的这些星 是吧 不是啊 他不是想要冒水的 其实我建议对感情看得很淡 他不是要冒水的 他要真的 是的 那些冒水桃花 那就是不用负责任那些 不要 男人是最喜欢冒水桃花的 某些人是 或者某些人是 假桃花 那 那今年会特别多这些冒水桃花 那自己呢 就小心一点 譬如结了婚的 就不要 真的无端端到处去 投入一段冒水桃花的感情 嗯 要不然搞到 就是家破就没有意思了 那自己如果拍拖那些呢 那就看真一点 如果真的觉得大家理解 大家都OK的 真的对方都是不错的 亦都相处融合的 那才可以考虑做结婚对象了 如果不是呢 就勉强明知大家 三日一小交六日一大交的 都更勉强在一起 为了 哎呀我怕没有男朋友 我怕没有女朋友的 那就没有意思了 那因为你今年一定会遇到 这些冒水桃花的 嗯 至于身体方面呢 我认为呢 因为那些 病符星呢 是很小的 我觉得就不是有什么 那么大件事 不过呢 就撞了一个疏火 那所以呢 就令到呢 很大机会呢 就是那些血管 就是那些心血管有问题 比如心脏 心脏的心血管有问题 嗯 或者一些血行得不好啊 導致到譬如糖尿啊那些 都要小心了 嗯 今年会有机会出现这些 心血管啊 肺啊 就是一些气管上的问题呢 都会出现的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自己要小心点去 去紧张一下 这些身体上面的 一些气管的状况 那就OK的了 基本上呢 属马的今年呢 就属于中常的 嗯 就是不算太差 嗯 表面上是真的害太岁 嗯 但是实际上 就不是那么差的 嗯 那好了 那我们呢 再简单些去说一说 啊 这一个生肖呢 其实呢 就真是很惨的 嗯 很多年他都会有繁太岁啊 啊 很多不好的事情呢 都关他事的 嗯 只是有一年 是特别好的 二十年来呢 都第一次没有洋人声入名工的 嗯 就是洋了 是 洋也是今年这个 新丑年里面最差的一个 嗯 为什么会说他最差呢 他除了没有什么 很多的吉星之外呢 他只得一个地解星在那儿 嗯 就是得一个解星在那儿呢 帮他手 帮他去解 但是你知道啦 多些来就要密些手了 嗯 如果你真的太多问题的时候呢 人家解不及了 那不多不少都肯有些损伤啊 嗯 所以会令到你 那还有呢 始终呢 熟养的人呢 熟养的人其实是很好人的 嗯 熟养的人呢 人缘都不错的 心底是很好的 嗯 不过熟养的人就真的比较多波折的 嗯 也都呢 在钱财上呢 都会比较浮动一点的 嗯 但是他熟养的人 因为他人缘好呢 人缘港呢 就很自然呢 就桃花重 哦 熟属桃花重不重 一般的 嗯 熟虎桃花重不重 一般的 哈哈哈 但是熟养的桃花是很重的 嗯 他经常都有桃花的 真也好 假也好 他都特别多 嗯 就变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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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不是羊的人的性格 嗯 其实羊的人呢 是挺软转的 嗯 以及人缘是很好的 他甚至呢 他属羊的人呢 有一个特质呢 就是他会有一些人呢 即是有一些朋友呢 是可以为他两脅插刀的 嗯 他也是一个有些意气的人 嗯 所以呢 就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其实他是不会对人差的 嗯 但是今年呢 因为可能太多波折 太多问题存在 令到他的心情烦躁 所以他今年呢 说话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些 说话不饶人的状态 嗯 就是可能会 嘩 即是趕去杀绝 那就是 嗯 人家已经不拼了 他都要不留人 這樣 巨巨都会 Told行 嗯 那令到人家真的很难受 那就变成了人家会反击 嗯 所以熟羊的人 今年一定要步步为营 小心一些自己的语气上的事 明白自己的情况 就尽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嗯 因為今年有一些空聲 會令你跟朋友反面 相和氣 可能合作生意 夥伴會反面 同事上會反面 或者下屬會反面 所以跟朋友也會有機會反面 因為有一些慧氣聲 那些不好的聲音 搞搞震 搞到你無端端 好好的幾十年的朋友也可能會反面 所以今年一定要步步遺形 自己一定要少少心心 今年財星的助力比較弱 所以今年很多事情都會失敗 你想有一些新的計劃會失敗 有沒有朋友屬羊? 也有的 你要提點他 我會提他的 今年一定要更加步步遺形 因為有些事情會帶下去 可能今年如果你真的敗得太慘 你可能會搞到下一年都未那麼快 可以回到身 所以一定要提醒你們屬羊的朋友 更加要 如果我們法科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祖師爺會覺得 如果那一年某一個生肖 真的太差 而是我們的善信 我們都會提議他轉生肖 即是他轉一個更加急的生肖 避過了今年的不好的事情 這些就是法科上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屬羊的今年的運勢 其實怎樣說都是差的 不過幸好有地解星 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化解減輕 令到他很多事情都可以迎人而解到 但是千萬要記住 因為今年各樣的事情都不順 我剛才說了 令到你的人懶惰 就會有一些很消極的態度 即是會不開心 算了 我做了36 不做了36 我不做了 可能會這樣 那你就要提點他 叫他不要擔心 明年又可以康復 每一年人人都會有這些 今年一分陣陣算了 沒有那麼多事情 是的 今年真的是這樣 同時之間 朋友之間 什麼叫十多人 不要說 不要爭吵 因為一吵不是吵架那麼簡單 是一定反面 絕交 反面 是會很嚴重的 你不吵 可能事情就可以被地解星化解了 但你一吵就去 地解星解不及了 解不及了 一去就不是喊長交 明天我們就康復了 不會的了 是 反面的了 這輩子都不再見了 不相往來的了 是嚴重到這樣 所以你們大家要聽話 真是熟陽的人 今年一定要忍氣 還有 就要多接觸一些 好運氣的人 去希望人家可以 給你一些運氣 你自己 譬如 有些 范太歲的那些 那些朋友 你就不用那麼多見了 非事 阿蘭家阿瑞 就淚兜淚 是吧 譬如榮榮 你這些熟暑 好運的 那就要多見一點 熟陽的朋友 喝茶 你跟他多見一點 給他一些福氣 加持下去 你熟苦就可以 苦苦生威 又跟別人握手 給一些好氣 福氣別人也是一個功德 熟陽的人 去多一點 跟一些好的生肖的人 去相處 來往 這樣接觸得多 就會自己都帶來好運 或者別人飲宴 喜事 結婚 或者別人生嬰兒 這些全部喜事 或者別人大壽酒 我們都去參與 拿回多點福氣 拿多點好的運氣 是對自己好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身體狀況 身體狀況 一定要小心一點 要留意一下自己 今年腸胃極差 好 腸胃極差 而且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也有陽仁星人泳宮 又回來了 陽仁星人泳宮 是影響心臟的 心肺腸胃 會差 肚腸胃 有時候腸胃 有時候腸胃 可能會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導致有腸炎 或者會生一些蜥肉 或者一些糧性瘤 或者嚴重一些 會有些更大的 不好的腫瘤 那些腸胃 今年一定要留意得很重要 不是好像剛才那個屬蛇說 不要吃生冷的東西這麼簡單 是直接覺得 我升降機裡經常有些痛 好像腸胃有點痛 不要吃藥 那就算了 一定要去檢查清楚 看清楚自己的腸胃是否有事 或者 哎呀我突然間胃痛 我平時都經常胃痛 但你今年會出事 所以一定要注意腸胃 所以一定要注意腸胃 特別要留意腸胃的問題 總體來說 屬羊的 今年都是屬於下纖 但是幸得這個地解聲 當你有爛的時候 有災劫的時候 他會出來跟你解 他不是什麼都跟你解 不是說你今天跟別人吵架 他都馬上出來跟你解 他是一些很大的事 是影響得你很大的 他才會幫你解 如果有時你太多大問題的話 他解不及就很麻煩 是的 所以大家今年要作福 最好就是作福德功的福 因為他是地解聲 那你又要作太歲 要攝太歲 攝太歲就一定要的了 自己作福 就去拜一下自己 譬如我拜觀音的 那他作一下觀音福 我拜關帝的 就作一下關帝福 那樣 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拜福德功 那個福德功的作福 讓他可以多些幫忙 去解決問題 那就可以了 那好了 那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義無義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無法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一一解開 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法科上 和靈異上問題 想找恩師傅求助的話 可以打5448-0068 和法靈師兄聯絡 或者8267-766 和我法靈師兄聯絡 究竟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義無義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否真的無法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好 回來第二部分 我們講猴子 好 師傅 是呀 新 猴子 咦 我們總監好像是猴子 不是 我們是肥豬 他又不是豬年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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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屬猴 single猴子 不错 今年 有多好 因為他的 有幾顆大貴星 天氣 紫薇 隆德 貴人生 全都在他的名格 Georgetown 温馨 哎e 不錯 今年 小肥豬 應得一支 那隻 是 這麼厲害 是呀 猴仔 竟是僅次於你 吃咦 哦 師傅剛剛講的 其實它僅次於你的 本身這個猴子 因為性格轉數快 你知道平時我們都是轉數很快 其實猴年的人真的很聰明 其實每一個生肖 我覺得它都很歸於生肖的型格 譬如熟蛇的 它就真的到處轉很靈敏 所以它的人也是很聰明 熟虎的給人的感覺好像比較害怕它 所以熟虎的人通常一般不出聲 好像很兇 別人去畏懼 所以熟猴的人真的很精靈 熔兄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去補福山做法事 很多猴子很厲害 即是他們吃東西又厲害 搶東西又厲害 剝花生又厲害 跳跳宅很厲害 是的 真是很厲害 所以由於他的性格轉數快 所以他做起事上來 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今年 因為有這麼多吉星他做助他 而且他的桃花非常旺 桃花不是代表一定是女人的 是人緣好 所以令到他的桃花比較旺 但是猴子也是很有性格 有時候猴子會撩我們 有時候會發惡 嚇我們 那些猴子不知道他何時會發脾氣 等於小肥豬一樣 我告訴他 內不內內發瘋 熟後的人就是這樣的 性格又是比較暴躁 又是會容易生氣 今年他又是很大機會和朋友吵架 或者反目 尤其是猴子更厲害 猴子跟羊完全是兩回事 熟羊本身比羊羊 比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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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說服他 又是那些很執著 保守 那些 他又是很大機會 直言直說 去得罪了人 所以今年又是要收斂的 熟後的人 亦都是 勞勞如貴人的 很多假桃花 因為他的人緣旺 導致到桃花也都旺 但是桃花旺裡面 不是代表全部都是真桃花 所以他又是有很多假桃花 今年的猴子 猴女也好 都要小心一些假桃花 人緣好了 你自然認識多了人 認識多了人之中 可能選擇也多了 選男朋友或女朋友 選擇也會多了 多了的時候 我們就要留意 小心一些假桃花出現 假桃花出現了 也要處理得好 因為你今年會有機會 跟別人反面 如果大家不要不歡而散 好來就好去 就算假桃花也好 不要弄得反面 分手歸分手 其實認識朋友 不是那麼快去走路 那麼親熱 或者相識久一點 如果走了 但原來不是的 跟著要分手 所以我建議 起碼要認識一年了解 才去拍拖 阿榮還給你們時間 對 熟猴的人 他要跟你反面 他就要反面 他不理你幾年 那就是熟猴 他有馬撈的知識 很值 有跳皮 但打在架上也很兇 對 馬撈打架 對 你看看我們美猴王 我們大姓爺 都是很有性格的 所以自己要小心一點 我們總之抱著一句 和氣的生財 有什麼都好 不對 就不在一起 就不需要弄得反面 就算夫妻奸也是一樣 那麼 今年 人家就因為 多事情想 又 哇 百足這麼多 今年人緣旺 生意又好 事業又好 人家就自然 很自然就會 很大頭蝦 就是因為你 哇 整天都 收了工都還想著 昨天單生意 那些東西 想著公司的東西 大頭蝦 今年有遺失的星 會有機會 遺失銀包 遺失鎖匙 這些東西 會損失東西 會損失東西 可能會打爛了 家裡突然有個古董 被你打爛了 哎呀 糟了 突然間有些東西 忘記了拿回去 怎知道沒有了 損失了 融了 最容易是 現在不見手電話 對 剛剛出了一部二十 三星二十 突然間就沒有了 會有這個機會 所以屬候的人 今年不要這麼大頭蝦 這件事情 雖然是這麼順利 哇 很開心 又有些星照著 事事得心應手 不要貪性不知輸 什麼都不想 變成了不拘小折 其實屬候的人 本身自己的性格 都是一個不拘小折的人 亦都是比較直言的 不過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勤力 屬候的人很勤力 他亦都是保守 即是 我又不煩你 你又不要煩我 我做我自己的 我行我素 我做我自己的 我又不會去參與你的事情 我又不會刻意去搞你的 即是 他自己有自己的性格 所以有時 自己得罪了人 自己都不知道 還有他的暴躁 就是 他認為不對 他就暴躁出來 他就是這樣的 他不會說讓你 你是我老闆 你說地球四方就是四方 他又不是這種人 他又不會讓你的 他又說你這樣的 明明地球是四方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 他會這樣的 所以 要記住這件事 自己修煉一下自己的性格 因為每一個生肖 他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 也都今年 因為既然這麼好 我們就 希望自己能夠 一路順下去 順到年尾 所以 都不要去接觸 那麼多 那些什麼白事 那些什麼 其實 聽起來 經常都叫別人 不要探佩問喪 是否好像很無人情味 其實不是的 自己可以避忌 你可以讓他出院去家裡探望他 也可以 或者 喪禮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照做白金 因為自己都要避忌一下 如果真的不方便 照做白金 照做花圈 或者給一些餵份金 別人家人 都是出了一份心意的 不一定說要去 上一炷香 才是叫做心意的 有時候的事情 都要為自己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探佩問喪 不要影響了運氣 大致上 今年 屬候的人 都是上籤的 但是 亦都要小心一點 今年 他都有少少病符 升任命功 要小心一點 心臟 和經常都想得多 因為生意多了 事業多了 好運了 錢又多了 人的精神 一打開關 銀河寶 是閃的 可能睡不著 會失眠的 今年會失眠的 多了失眠 經常都睡不著 睡不著 睡不著 那個人就會沒什麼精神 可能第二天會起床會頭痛 就會覺得很煩 很猛疹 如果剛剛有人多問你兩句 你就會很猛疹 那你就會得罪人 哎呀不要煩我了 我頭痛 那你就會得罪了人 我問你而已 你為什麼要摸 就是會這樣 所以屬候的人 自己聰明一點 知道嗎 接著我們就再講下一個 就講雞了 好 雞就是一個很霸氣的生肖 雞的特性 亦都是有一些霸道 它就會有些少少性格 有部分的雞 因為雞都有幾種 有些惡的雞公 或者是惡雞那 就會霸道一些 所謂雞女 就比雞仔 霸道一些 就准皇帝放 我就不准百姓點燈 其實我們都認識很多熟雞的人 尤其是那些霸王雞也 熟雞的女性 我們都見到她們 都不弱的 不要欺負她 是吧 你乾媽 是 是 你乾媽 很強的 雖然她不兇 她不是罵人那些惡 但她也很強 她捱了很多 她仍然是牛立不倒 是 熟雞的人這個性格是霸氣的 霸道的 少少野蠻 也有少少的 因為都是霸霸的 但是她今年 因為是雙合年 所以今年 事事都是很好的 正財運很好 投資就要小心 因為投資是屬於偏才來的 偏才運就不夠正財好 你穩守崗位 做自己的工 打自己的工 或者做一些正行的事情 你的正財運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又想聽別人說 我拿了一隻股票 去買下小米 買下這個 買下那樣 投資 由人家說 你去澳門 去賭兩手 其實是不行的 偏才你是不太好 會選手的 所以我們不如安守本分 去做自己的正財 會好些了 其實今年是你的雙合年 所以今年你有擅長的領域 即是你做哪一份工 譬如我做電器 你今年繼續做電燈 電器那方面 發展你自己電燈的事業 如果你做酒樓 你今年就要繼續做酒樓 即是要做你自己擅長的事情 在今年裡面 你必有所長 你一定成功的 不要三心兩意 突然間你自己做電燈的 我也是轉去做水喉 是不對的 是嗎 我做老師的 我突然間去做地盤 是不對的 即是你做你自己的擅長 你今年就拿回你自己應得的東西 會成功順利 亦都有一些創新的情況出現 亦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 今年可以說 因為去年的雞都是一般而定的 還有很多時候 熟雞的人 有些事情很勇於嘗試 千萬不要明知道 未必可以的 不要緊 我都試一下 千萬不要試 一試大肚 不要試 我們既然是 如果明知道這件事 一般的 信心又不是那麼大的 我們不要博 無謂博 但是如果我們明知道都會博 一定中招的 大家要記住 師傅你剛才說了 他適宜做一個專長 沒錯 所以要試新的事 是的 不要試新的事 而且你明知道的 你都會去試的 譬如說 現在人生興行業 做些什麼網頁的 但是自己又不知道 還能不能做到的 不過我都想試 這樣你就中招了 嗯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這麼多年 我都是做電燈的 那往年都是一般 又餓你不死 又飽你不生 但是今年你繼續做你的電燈 可能突然間會 創出一番新的紀元出來 會這樣的情況 那今年呢 感情方面呢 亦都要很容易 會和別人有意見 嗯 因為你是雞 你就是有少許霸道 你有時就未必會接受別人的意見 你覺得你自己的意見才會比較好些 那你就會容易和別人去產生意見 不是吵架 是意見 意見分歧 是 今年你想的事情 會更加正確一點 即是自己會覺得 我是正確一點 正確一點 正確一點 所以自己就要禮樣一點 亦都要真的三思 或者聽聽別人說 嗯 不要說什麼都不聽別人說 還有人呢 做事呢 就不用左搖右擺 因為有時雞 雖然他是霸道 但有時呢 他又欠不到主要 有時他都會有些左搖右擺 但是今年呢 你就不用左搖右擺 因為今年你有這麼多吉星呢 其實你做什麼都應該是會成功的 嗯 亦都會順利的 那我們不需要 還在那裡為首為尾 害怕這樣害怕那樣 我只不過是剛才說 有些事情明知道是未必會成功的 你就不要做 嗯 譬如說一下一些疫苗 暫時 有些人說可以的 有些人說不行的 都不知道行不行 那你不如就不要試了 就這樣吧 你們熟雞的就不要試了 這樣解釋了 所以呢 就要自己要小心一點 還有呢 因為今年吉星多 你的人緣好了 你很大機會 今年呢 是認識到一些大官貴人的 嗯 認識到一些大官的貴人 那些全部都是有料到的 提攜到你的 看到你的 幫到你的 的貴人 你都會認識到的 今年一定認識到 嗯 你這隻雞 一停一停的翼 就可以攬回來的 嗯 所以自己要珍惜 啊 記住 今年呢 可以說是屬於你的 沖刺年來的 嗯 你今年不沖 不能沖 明不明 今年沖了 幾年大運 一路這樣下去了 嗯 就不會差的了 因為失去 失去了 一兩年 都不是一般的 但今年呢 就是沖刺年了 那你們就拼命了 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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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否重要 是否有影響 健康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今年呢 只要小心一些血缸 血缸 血缸 因為會經常弄損手腳 嗯 只是這些而已 小病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大病 小血缸而已 小血缸 例如可能 去打針 有時女生去打美容針 那些都是健血的東西 或者有時 批了水果 不小心弄損手 哎 又說我今年好 為何我批損手 這些小事而已 就認了血缸去 自己捐血洗牙 那些又可以 認了血缸去 剛好我昨天批了水果 批了手 那就認了 那就不用擔心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病痛 所以 熟悉的 上簽 恭喜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說那兩個生肖 究竟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由天 是不是真的 無得改變呢 恩法清師父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法科上 和靈異上問題 想找恩師父求助的話 可以打 5448 0068 和法靈師姐聯絡 或者 8206 7766 和我法靈師兄聯絡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由天 是不是真的 無得改變呢 恩法清師父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好了 我們回到第三部 講完最後兩個生肖 我們就講這個 書 九 好 今年 狗女 比狗仔好 狗女 沒有什麼特別的 狗仔 可能會有些桃花的東西 而影響了破財 可能是一些 霧水桃花 花了些錢 原來是投資錯誤 原來最終都做不到你女朋友 花了些錢去拍拖 這樣 這樣就破財 沒有什麼大礙 因為 其實今年很有趣 有一點矛盾 今年這隻狗 牠有太陰入命 太陰入命 就是有女貴人 但是牠也會因為女人 也會令牠有破局 所以就是相負相成 又可以有女貴人 扶持牠 又有女的小人 或者爛桃花 而令牠破財 這樣 在事業方面 牠是有些波折的 不過最終都可以迎人而解 其實財運 今年是不錯 因為牠有太陰入命 有女貴人 除了女貴人之外 很多 很多 一些 生活上 都會出現了一些 濕碎的貴人 都會幫到牠 令牠在事業上 都可以順利 所以導致財運 事業順利 人員順利 自然財運 都會亨通 所以今年屬狗 其實是不錯的 財運是很好的 尤其是人員 今年是更勝一籌 會更勝得多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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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勝得多些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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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認識窮人 但是不代表你 要選朋友去認識 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除了有些霧水桃花之外 你會有機會 對你自己的另一半的要求 不同了 平時牠每天只煮上午那頓飯 晚上那頓飯不煮 你一直都沒有問題 突然間你今年 就要煩惱 就說為何你經常都不煮夜晚飯 你為何不煮夜晚飯 就會這樣煩惱 那你就對別人的要求高了 那你就會吵架 吵架就會分手 離婚 會有些現象 所以我們做熟狗的人 我們都是做什麼都好 都要養下部 不要就是你大了 你兇了 你兇了 你適合 這樣解釋 所以如果感情方面這樣 大家會和氣一點 又是和氣 又是和氣 又是和氣會好 這樣 今年 我剛才說了 因為有太陰入命 就要保護女人 所以男的狗仔 就小心有一些血光之災 是關於開車的 交通意外的 小心一點 因為在駕駛的時候 因為有時熟狗 熟狗的特別性格 亦都是火爆的 師父經常都說 狗、鼠、豬 三個都是臭蕩人 那些脾氣 就是控制不了他們 他們就是 覺得自己一定是對的 而且他們真的很暴躁 就是沒有耐性 疾氣 那樣 就是懵懵懵懵 那些人 所以 可能在駕駛上 熟狗的人 就要小心一點駕駛 可能在駕駛上 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 譬如有人攔你路 或者是遇到一些交通上的 大家的爭執 那你就會很暴躁 這樣 這樣就會很暴躁 這樣就給人家 這樣去 發生交通意外 這樣就自己受傷 到頭來自己受傷 就算別人陪你受傷 你也會連累別人 對不對 所以不如忍 今年駕駛 一定要小心熟狗的人 否則就影響了自己 總括來說 熟狗今年 因為有太陰怪的貴人幫助 令到你在事業上 生活上 和人緣上 都非常不錯 得到很多扶持的 幫到你的 幫到你的事業 幫到你很多事情 最重要是自己 忍受一下脾氣 還有在桃花上 自己盡量 好來好去的那些 因為今年都比較多 假桃花出現 這樣解 豬就一般 為甚麼一般 其實今年只有 一顆大吉星 就是逆馬星 逆馬星 當年 可以經常外出 但因為現在 疫情的問題 我們未必這麼快 可以出到 逆馬星是否沒用 不是 代表今年很多事情 有變動 變更 即是變 有朋友屬豬嗎 有啊師父 有啊師父 好像師父是屬豬 不是師父 搬屋也是屬於營馬 是 沒錯 會搬屋 會轉工 或者家裏突然裝修 或者轉女朋友 轉男朋友 轉男朋友 這些 是一個轉變式 都是屬於營馬裏做出來的東西 那豬其實呢 生呢 就有一個福運 本身每一隻豬 你們屬豬的人 差極都有限 因為你本身有一個福運星 在你們的命功上 是不會走的 不是說 今年有 明年沒有 不會的 是一輩子都有的 這個福運星 就是入了你的命功 其實很多時候 在你 有爛 有災劫的時候 他會出來幫你化解 今年呢 就 有個天狗入命 天狗入命 那 就會凡事 都會有些事情 擔著你不放 就是 纏繞得你耐 還有一些是非非 麻麻煩煩的 煩惱 令你 但是 因為今年 你也有太陰貴人 今天有女貴人幫助你 是 有女貴人幫助你 貴人相助 令到你的事情 最終都可以解決 不過 屬豬的人都是一樣 就是 又是 易信人 又有事又不信人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呢 就會比較 今年呢 就會 特別易信人 就變了 那就會被人欺騙的 所以叫他今年 就保持他自己的矛盾性格 嗯 有時候就懷疑一下 人好過了 那就會 就是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欺騙到 這樣 那 因為 屬豬的人 也都本身 執著 也都說話 很直接的 拿著個徐仔做人的 嗯 我剛才說了 三個臭蕩友都是拿著鎚子做人的 一蹲就蹲下來的 是 不留情的 他說話都是一樣的 怎麼你這麼肥的 喂 怎麼你這麼瘦的 嗯 直接說的 不會說 啊你很妙跳 你是妙跳了一點 你如果可以多一點福氣會好一點 這樣說 別人舒服 對不對 你恩挑鬼命 一瘦到死 這樣就會得罪了別人 是不是 因為說話就是這樣 嗯 所以呢 尤其是熟豬 熟狗熟 這些都是要包容人 嗯 因為你們幾個呢 都拿著鎚子做人的 這樣呢 就要軟轉一點 這樣呢 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令到那些感情 會破裂的 尤其是 你不要想著 老婆就可以罵得 老婆就可以欺負 老婆 女朋友 男朋友 一樣可以離離而去的 可以離婚的 因為你們不順 對吧 所以你們的性格 真的要收斂 對 不過 因為今年最不好 就是有一個 那些喪服的 入命功 熟豬的人 很大機會 會有一些校服 那些 很大機會 那要留意家中的長輩 這樣 盡量 相處 比如說 我 爸爸媽媽都差不多 九十幾 一百 那她是 有不舒服的 或者有些問題存在的 那你有心理準備了 那你就盡量 抽多點時間回去 跟她相處 多點 那這個呢 就是屬豬 今年唯一 比較不好的 那 師傅剛才都說了 凡事呢 都是說一個大路 不是真的一百隻豬 一百隻豬 都會有這個現象的 那我只不過是說 那你們聽會有這些現象 那如果你們自己行量一下 那譬如自己家裡的長輩 都已經 差不多一百歲了 那也有什麼可能 那自己有心理準備 那意思而已 那 那記住 今年那個逆馬 是會一定有很多變更的 因為逆馬的意思 譬如你如果可以出門 你都不是出一次的 出很多次才會有逆馬 那所以呢 你的變更 就不會變更一樣 半樣東西 可能很多東西都會有變更的 那大有大變 小有小變 那意思 那所以呢 就記住 師傅所說 今年呢 就會比較多變更 還有要注意老人家 身體健康方面的事情 還有呢 今年呢 就不要那麼容易信任 不要被人欺騙 還有呢 說話呢 就留餘地 就不要拿著一個噓 這樣 句句噓別人 這樣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一向都這樣說他 他不生氣 那誰知道 人家今年明明無端生氣你呢 或者人家心情不好 就生氣了 有時候說者無心聽者 有意而已 一剎那而已 那所以呢 就自己要小心一點 好啦 其實我們十二生肖 今天講完了 明白嗎 我們呢 祖師爺 經常提點呢 就講一些重點給大家 就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留意多些 這樣解的 那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跟大家再分解一下 其他的問題 問題呢 究竟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 沒有得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法科上 和另一種問題 想找恩師傅求助的話呢 可以打5448 0068 和法靈師兄聯絡 或者8206 7 766 和我法靈師兄聯絡 究竟 這個世界 是不是真的 冤有頭 債有主呢 我們 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 得罪了神靈 或者十方眾生呢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是不是真的 無法改變呢 恩法清師傅 會為你們 一一解開 好 回到最後一部分了 剛才我們說了十二生肖 其實大家 觀眾都應該聽了 我提點過那些特別的重點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再重複一次 再重複一次地說一說 給觀眾聽 那些情況 其實 最主要是鼠 鼠最主要 避忌就是病符 然後 到牛 牛最主要 然後呢 又是小心一點 破財 還有那些小心的病符 然後到虎 虎 又小心那些 晦氣聲 令到他破財 還有說話的 隱讓那些 那些 那到 兔仔 兔仔 最主要就是 小心一點 有孝福 又不能探病問喪 那些情況 嗯 那麼 龍呢 就是小心一點 相對也都會 可能有女小人 那些這樣的 那有女貴人 也都會有 女小人 因為是相對的 今年是特別一點 那麼 蛇呢 就小心一點五鬼 其實今年好像 最差就是羊和蛇 那些空聲是比較影響大一點的 是 那麼 馬 馬呢 就是死符 死符入了一命攻 口是是非多了 所以也都盡量不要探病問喪 不要影響了自己的運氣 如果運氣提高了 自己也都收斂 自己的語調 那些說話 那樣 那就不會得罪人 那樣的運氣也都不會差的 嗯 那屬豬呢 小心點 又是 小心點有孝福那些 那些 還有那些血缸 小人陷害的情況 嗯 那羊 那羊 那羊真是碎破 剛才說了 最多的問題就是屬羊 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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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羊最差就是那羊 那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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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觸到某一些女性 會惹一些麻煩給你的 所以也是 其實總括今年十二生肖裡面看 其實今年的新丑年其實不是那麼差 所以大家都不是那麼差 其實我覺得差不差都沒關係 其實一生人 我現在有了48歲 做了48歲的人 也有48歲的經驗 其實十二、十二年這樣過 人總有高低起伏 七二年是否48歲? 有甚麼計錯? 七二年 你剛才說你七二年 去年是49 49 其實十二生肖就是一個時鐘之針 有發上、有發落 總有好運和不好運的時間 我們怎樣去應對呢? 很簡單 以法科來說 練頭 其實我不管甚麼生肖 就去作福 你想關於健康的 平安的 就跟觀音作觀音福 你想事業的 或者有成就的 做生意的 就跟財神作福 如果犯太歲的 一定要去敬太歲 跟太歲、攝太歲 打聲招呼 這些是必做的 其實不用說的 聽清楚秋觀所說 你覺得呢? 有甚麼意見? 我覺得都是要敬奉太歲 都是要拜神 我們自己都要聽清楚 做少一點、講少一點 不要得罪人 軟轉一點 做多一點、講少一點 你又做少一點又講少一點 那就不用做了 你要做多一點 知道嗎? 我知道 人工我出少一點 知道嗎? 看看今年希望財神的父子惡 我財運亨通 沒有問題 那一定財運亨通 你今年苦苦生威 對不對?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其實最主要 很多生肖裡面 祖師爺都有啟示 其實大家都是以和為貴 即是說 其實和氣就可以生財 有很多人 因為他經常叫你包容別人 不要傷害別人 說話上不要傷害別人 不要惹到有小人 不要令自己的運氣低沉 然後你的運氣就會好 其實都是叫大家 要隨遇而安 我們都是要讓人 對人要好 我們要多多包容 凡事很多事都不要那麼計較 就會比較寬容 是的 師傅這樣 其實很簡單 譬如我們道家常說 小人貴人 佛教來說 結了事緣和樂緣的人 來跟他們相遇 是 那些相遇就是一個因緣制輩 是 其時會出現 很簡單 你當年運氣不好的時間 直接說 你不去搞他 他就來糾纏你 是呀 追殺你 我們怎樣應變 師傅說了很多次 每一個都這樣說 忍耐 沒錯 不要跟他去計較 要避開他 因為你今年的弱勢 你和大家硬碰硬 只有你吃虧 沒錯 所以人家說 哎呀他當勞肯 即是說所謂行好運的時候 真是鬼怪都行不到你身 沒錯 但是當你黑的時候 運氣不好的時候 好像接種而來 哇 還有沒有再黑一點 沒有最黑 只有最黑 好像以前的人說 去賭場最好看 看什麼呢 我們不是賭錢 好像看八家鑊 有一個人買餡 有一個人買妝 很多時候旁觀者看 買妝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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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在明燈 是的 你的妝當然會跟著好運 沒錯 八點輸九點 所以人生很簡單 多些白癮成金 沒錯 對 其實如果我們每個都可以 大家包容 大家都可以和氣一點 就算我們社會的氣氛 都會好一點 總之我們就記住 隨遇而安就可以了 不用太害怕 尤其是在媒體上看到 什麼 預言家說的 不要太害怕 知道嗎 好了 我們節目時間到了 下一次我們再和你們 分享一些 我們的靈異個案 那些 最後再恭祝大家 每個人都會 最重要 生活愉快 每個人都要開開心心 沒有煩惱 心想事成 恭喜 恭喜